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给各位小伙伴带来的是两款 在苹果ls手机上使用的科学上网工具 全部是免费的 速度经过我实际测试 还是杠杠的啊 这个可以满足日常上网以及看视频等等的一些需求 不用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 尤其是免费的 各位小伙伴切用切珍惜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在苹果手机上做一个演示 我们先用这个Mirror 2 把手机投屏到电脑上来 那么这个Mirror 2呢 我上几期节目也有重点介绍过的啊 我们首先打开App Store 我们直接在这边搜索啊 那全体是你的App Store要登陆一个美区账号 那关于美区账号怎么注册呢 我也有相关的视频推荐给大家 大家自己搜索 看就好了 那么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款 名字叫快猫 快喵啊 快喵 不是快猫 快喵 这个字面喵对不对 搜索出了以后 那第二个就是了快喵VPN加速器 OK 我们点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加载 加载完成以后的话 我们到桌面上来看 那这个直接就是这个快喵的VPN啊 像一个绿色的猫 小猫一样的标示 那我们打开它 这个界面非常简洁啊 也非常简单 使用 那么这个上面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绝点的选择 点开以后 大家看到啊 这边有很多的一个 绝点 那有这个123 有10个节点 那这10个节点呢 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那对方我们就连接第一个 做一下尝试 看看 这边它要添加什么配置 我们点允许 触控ID以后 在这个地方呢 状态这个地方未连接 我们给它开通一下 我们到手机设置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按需连接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 我们再到快瞄这个地方来 来进行一个连接 好的 当这里显示你连接的时候呢 是它已经连接上了啊 那我们打开这个 我们浏览器来看一下 好的 我们打开Chrome浏览器 随便打开一个视频看一下啊 视频正常播放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像素情况啊 这个是自动360 我们再调到720 我们看一下详细统计信息 现在的速度是0秒 316 能让尝试快进一下 这个快进也是没有什么 延迟的啊 基本上是秒开 看个视频什么的可能是没问题 好的 这是第一款啊 叫快瞄VPN 免费使用无线流量 好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二款 能同样在这个 APP使道里面直接来搜 名字叫Priva的 VPN OK 搜出来之后呢 那就是这个第二款啊 Priva的VPN 我们点击获取一下 好的 下载完成 我们回到主角看一下 我们打开它 我们现在来创建一个账号 输入我们的店 我们点击创建免费账户 OK创建完成以后 我们点击使用应用程序啊 登陆以后我们朝上滑 那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一个节点 那这里非常多的国家啊 前面一部分呢是免费的 后面一部分是VIP的啊 我们点免费的就行了 每个国家的节点呢 朝下拉呢 它就看了一个这个信号强度啊 信号强度 我们找一个信号比较好一点的 来尝试连接一下 啊看样子这个时间段呢 现在是8点半的晚上 起来节点速度都不是很快 我们尝试点击连接一下 这个VPN呢 它有一个特点 第一次连接一般都比较慢 大家有耐心稍等一下 是连了好几个节点啊 包括美国的加拿大的 现在的这个墨西哥 成的这个节点 现在显示已经连上了啊 这个VPN确实有点不是太好连啊 好的 那我们打开这个 我们的桌面啊 打开这个我们浏览器看一下 视频是正常可以打开啊 我们看看他播放的情况怎么样 好的 现在正常开始播放啊 看看他的一个 程序统计信息是什么情况 OK 目前的话是全是210的一个速度 318的一个速度 让他尝试快进一下 快进也是蛮快的啊 目前是323的一个速度 那么这个VPN呢实际上也不是很好连啊 我也连到好几个节点 上啊 目前来讲的话呢 它是 连的是德国啊 美银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节点 大家看到的话呢 你看这个左下角这边呢 本月胜于时机 也就是说这个VPN来讲 他每个月就是时机的流量免费的啊 下个月重置一下 他又可以获得时机的流量 那么可以满足我们日常这个查查资料 上上网 用一下是可以的啊 当然看大片呢就不建议了 好的 今天的视频呢就介绍到这里啊 我们介绍了两款 一个是快喵 一个 Revado VPN 那么这两款的话呢 看起来速度都不是特别快啊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备用的VPN 使用一下 好的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